現在立法院又在吵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到底誰偷表決器的票卡 那現在國民黨是說 黃潔抓到了 就是你偷的 黃潔知道你國民黨要開這個記者 他昨天就先公布了影片 我告訴你 誰偷的 國民黨的徐欣穎偷的 手上拿一疊票卡 而且還要跑去亂插 又不是你的卡 插什麼插 來看一段這個影片 在台南的前衛 插什麼插穹 那不是你來決定 你來嗎 你們在做外來開發 你們不要... 不是 我們在做外来開發 沒有 我們還沒表決哦 沒有 你不能亂 你為何手上被哪裡插 你們咋頭上被難度都表決 你拿這個表決卡幹嘛 你拿這個表決卡幹嘛 你拿這個表決卡 你拿這個表決卡 拿這個表決卡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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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拿這個表決卡 他幹嘛抽 當時我其實 就是在旁邊 我的確是有抽了兩張 民進黨委員的卡 抓到了 他抽的還不是自己要抽民進黨的卡 國民黨現在很流行 自己 承認自己的罪行 我抽兩張卡 而且還是抽我們民進黨的卡 這些都是呈堂證供欸有沒有 來 今天蠻多人 Donate的非常感謝各位 券6812290 Donate150 請問不適法案 那我們可以用什麼方式遏止 明天到立法院 大家一起來 好不好 我們來看這一張 因為這一個 就是欄尾藏表決器 然後還回過頭來指控黃傑 然後你看黃傑拿這麼多卡 黃傑拿卡是要還給議事人員 他在還給議事人員的時候 後面的徐世穎又 跑過來一把搶走黃傑手上的卡 不是啊 你不是人那麼多 然後你怕怎麼怕 好好討論 好好表決 不用一個人拿那麼多卡 一個人去那邊亂按 亂按好不好 然後現在民間就有人 顏則雅 顏則雅是導演 他想罷免徐曉星跟馬文軍 國民黨這時候說 太不尊重每位委員 背後的名義了 这件事情我想先请教一下3Q 3Q你被罢免的时候 请问国民党有考虑你背后代表的名义吗 尴尬了 说不出话来 这个时候讲这句话 我们3Q的胸口上刺刀 我在你伤口上撒盐 我没有 我应该这样子讲 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就是说你们知道战争 战争就是没有底线的 然后人类世界打了几千年之后 发现不能没有底线 所以后来就是 这个护理救护人员不能打 然后平民老百姓没有武器的不能打 但是实际上打起来的时候 他也没办法分你是平民还是什么 所以他们必须要用一个 这个道德法律约束 那游戏规则讲好 真的打起来还是比拳头大 我们也都知道俄罗斯不该打乌克兰 俄罗斯还不是打得开心的要死 我们也知道中国跟台湾互不隶属 中国还不是抢我们抢得开心的要命 对不对 我们也都知道买东西要排队 中国不排队就不排队 好我讲的就是道德在实物上 我们现在现实社会有法律 那我们有道德的人 道德高于法律的人是遵守法律 道德低于法律的人就会投表决卡 对不对 所以道德高于法律的时候就是 好我们游戏规则定了 你们发动罢免 然后在当时的游戏规则下面 我被罢免输了就算了 我从来没有跟人家抱怨说 我们再来一次或者要改规则 从来没有 黄国昌是第一个说 第一个面临罢免的 他提的案子是简单多数决 没有门槛投了就结束 可是被柯建民保护下来 柯建民这辈子唯一修错的法案 大概就是黄国昌罢免案 对保护了黄国昌 然后呢 接下来又面临什么 面临到现在国民党要把它修回来 用国会改革的名义 包裹了一大堆有的没有的法案 结果偷偷改选罢法 已经现在已经调回来了 调回来的时候黄国昌投什么 投同意 那投同意表示什么 他是一个支持 罢免没有门槛的人 同时又是一个支持 罢免门槛高过我的人 高过当选票数的人 所以黄国昌就是双标 黄国昌就是这十年来最双标的人 所以对我来讲 没有什么要争执的 我们是道德高于法律的人 而且我们以此为傲 我们是有水准的社会人士 那黄国昌复婚起韩国瑜 还有投表决卡这些 是道德低于法律的人 那你让这些人来修法 就只会越修越烂 没错 越修越烂 而且刚刚聊天室里面提醒 徐欣宇还学佛的人 还宗教的 每天在那边高挂在口中 在那边讲说 这个学佛的人 感觉好像应该行为端正 有过低下没水准 但是我来讲